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虎一席谈 全球的华人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一虎一席谈 一个两岁的小女孩 她的死引起了全球华人的关注 引起全球华人的反思 不仅是人性人性的大考验 同时也是想法律跟道德的重新的拔河 是不是中国人道德在滑坡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之后 到底该怎么办 是不是该动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相关话题首先特别请调 从广东来到北京我们的现场的朱立师 你好 朱立师 我想你非常关心这个案子 那么首先回答这个问题 请先看不看看到了 小月月之子谁在犯罪 除了是司机犯罪 车轮压死了他 还有谁是帮凶 帮凶第一个呢 是这个武京城 武京城的广邸苏夫 也是一个帮凶 广邸苏夫是帮凶第一 第二个 18个路人 18个路人 见死不救 见死不救 还有哪些帮凶呢 除了路人 除了当部当地的一些管理人员之外 他的父母也是帮凶 但是他父母这种 疏忽于对自己子女的一种监护 也是一个一个问题 对于刚刚所说的这三类的人物来讲 我们应该用刑法来要求他的行则呢 自然 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间 附刑事责任的特别清晰 就是肇事的司机 但是至于对于路人和他的母亲 我认为只能从道德层面去讨论 所以包括这个边界 其实也是犯罪 张军你的看法呢 这个法律啊 毕竟是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低标准 如果我把它提到一个道德的层面 去约束每一个人的生活的话 那这个社会将是变成一个混乱的社会 同时也起不到 你想保护这个小月这种情况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到底我们要提高的是道德上的要求 还是用法律设计把力鉴才能来帮助道德上的提升 在我们继续PK讨论之前 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 这个让人悲惨 尤其让人反省的387秒 请看 看到了刚刚的整个镜头当中 我知道大家进入了另一种状态 甚至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这18位路人中间有最起码有三位以上 他是非常明确的对于这个小女孩 他是有犹豫的 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会去做一件最简单的打个电话报警的事情 为什么就这样绕过去了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公民对一些比如说一些危害到别人他人生命的生命财产的事件 我们都需要有报警或者说去告诉别人的义务 我觉得是这样子 但是他们没有做 朱律师你就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画面 所以想起了说在面对建议不勇为的时候 必须要用严惩峻法才能够挽救大家了 是不是 对 一定要纳入法律的调整 你把一个道德的范围当中用法律来 你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在中国目前这种道德滑坡的情况底下 就要靠法律来解决 张先生你的看法呢 我是美国联邦法院的最高法院的出庭律师 在美国也没有这样的法律 在美国也没有这样的法律 没有这样的法律 就是建议这个不建议勇为 你就要惩罚他 这样的不但起不到帮助这个受害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反而会造成更多的人连现场都不愿意去 到最后连这个案子的取证都会成为问题 所以我再补充一下 您的意思即使看到了刚刚的画面 即使看到了这些有些人是冷漠 也不可以施以法律的方向 法律的框架来约束个道德上的问题 没错 这个道德上的问题 就是交给道德 交给父母 交给社会 交给学校去解决 法律只是约束人与人之间关系最低的标准 它不能是最高的标准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通过一个法律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雷锋 这个社会会不会乱 虽然这件事情在道德跟法律上之间有没有交给点 或者它是敬畏分明的 完全没有办法摆在一块 我觉得是敬畏分明的 只不过有些人观念把它混淆了 他们认为呢 因为我们法律有一个基本的观念 尤其你要进入到刑法 你要必须对他人施加以伤害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惩罚 但是这些路人 他虽然路过这样的一个场景 他没有主动去施救 但是他绝对没有主动的去伤害其他人 在这种行为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 是通过律法进行惩罚的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清晰的 不同意 为什么呢 世界上的也很多的国家 对这种疏于救助 疏于救助的 待于救助的行为 给予法律上的惩罚 对 我们中国的法律是分为一个重刑和轻刑的两个方面 重刑是刑法 因此我也是不主张是入刑 而是入法 入什么法 入治安管理处法法 治安管理处法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刚刚特别提到了 朱丽丝特别提到了 其实我们看看别的国家来讲 到底势必有相关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欧洲超过20个国家规定 建为不助救 包括法国的新型法典 德国的还包括芬兰的 这些法典 他们的规定当中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借禁 朱丽丝 他告诉了我们就是待于救助 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或者说疏于救助也要负刑事责任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就见死不救 但是法院和执法单位在真正执行这个法律的时候 是不会惩罚那些见死不救的人 通常这个法律会惩罚什么人呢 就是如果你对这个受害人有某种特定的关系 比如说救火队员 比如说医生 比如说父母 比如说监护人 这个时候你就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另外的一个特殊的关系 那这个时候你不救助是会有责任的 对那自然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他们定了这样的法 他并没有在执行上特别的采纳 有可能他也有产生一些某种的威慑力量 他很难 我觉得其实就说明他这样的法律本身没有执行的技术性的可能性 因为他们比如说我们就拿今天这个小月的案子 现场我们摄像头一共拍了18个人 但是实际上现场肯定不止于这18个人 在那个摄像头之外可能还有人 还有在旁边经商的 那么你说戒定见死不救以多大范围呢 方圆10米还是方圆20米呢 还是方圆50米呢 我不能认为你 就是说你没有戒定的范围 我们就不立法 就是你 你首先 你取证明是一回事 但是你立不立法是一回事 没去惩罚 但是也有真摄的力量 所谓的真摄力量 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他等过了 他觉得没有意义 我只是愧疚一下 但是如果立了法 我见识不救 他会有罪恶感 不是这种罪恶感 可能会让他下一次 见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他再一次的 法律规定行政官员不许行贿 我也没有见到那些人受贿的时候 来朱律师 这个是两回事情 我直接打个岔 朱律师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 在两会期间 也有相当代表提出类似的法案 类似的提案 但是也包括了国情跟时机 大家都觉得不成熟的 这次您的提议 就是因为你看到了 这个样的新闻 所以你心里当中情绪 一定是激动的 相对的 你为什么急切的推动的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你觉得他能产生 必要的这种威慑感出现吗 2000年的时候 是全国人大代表 他叫做 见死不救的入刑法 那时候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还没出来 现在出来了 条件成熟了 因此条件一成熟之后 我现在就有一个 这样的立法的一个图 首先一会儿你可以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特别来到带到现场了 请说 首先我分三个层次 一个是入法 入法 入法是把三个违法行为 不是说犯罪行为 违法行为是 第一个是待遇救助行为 是一个违法行为 入到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 第二个行为 是诬陷 折诈救助人的行为 是一个违法行为 也要入到里头去 由警察来处罚 他不是说有法官 检察官来判刑 如何如何去处罚的 是警察来处罚 第三个是法定监护人 他送于管理的行为 也是个违法行为 对父母来讲 应该我也要处罚 第二个层次就修法 交通肇事 因为中国的交通肇事 你不去修改这个法律 还有这样的人 司机就说了 司机就已经说了 对不对 你也把他撞 把他撞死 压死好过不压死 对 OK 这是要修法的部分 立法 这个全国人大代表 完全可以 可以动手的了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议勇为的人员的 奖励和保障法 这个在中国的 30多个省市 都已经有成熟的 这些条例了 就是关键是 把这个建议勇为 人员的保障 拿到全国来 通过一个法律来用 但任何事情 不管是入法修法 还是立法 都要广征民意 在场下的嘉宾们 您赞不赞同 朱律师所提出的 这些提案 认为也应该 对我们所谓的 建议勇为的 建议不勇为 或者甚至见死不救的人 来施以法律的上面制裁 赞成的请量 赞成反 相反的请量反对 3 2 1 我们看看场下的嘉宾 您的反应是什么 请说20秒 我赞成朱律师的意见 因为我本人也是英明律师 因为就小月发生事件之后 我认为 从大家的矛头 直接指向了18位路雷 但是我个人认为 最为承担责任 还应该是他的父母的 监管责任 不到位的一个责任 那么选择入法 刚才朱律师说的非常清楚 这三条也是 是一个原则性的 并不是一个具体的 一个规范的 宣誓性立法 我们叫的 就是说我们立的时候 就没打算执行 当然 我理解 我理解这位老师的 这个有点歪曲 我理解这位老师的心情 那你说具体如何去纳入法律 我认为下面需要做的一个具体的工作 你一定要让他具有可执行性 可操作性 我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说法律是用来保护道德 但是法律并不能取代道德 就是说如果法律用来取代道德 那么法律和道德就混同了 道德是什么 道德是人们对价值的一个认同 和行为的一个自觉性 这是取决于一个人自己的修养 如果把这个 就是说法律 把道德规律 把这个立法以后 变成一个法律上的义务 那么人们来做这件事情 可能会产生一个立反心理 就我会躲得远远的 因为我尽量不想履行这个义务 而不是一个自觉性 如果真的是刚刚所向的 让朱立士就这样 有这样修法或立法的话 你真的会躲得远远的吗 我认为是这样的 是07年那个彭宇案的发生 让社会上很多人的心情 变得更加冷漠 然后如果是我在现场 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我有可能 也会躲得远远的 我可能只会打一个电话 通知120过来救助 但是我觉得 我很难过去扶起他 因为我也很害怕 对 现在问题就像 甚至所说的 没有人打电话 都没有人打电话 该打电话 能打电话的 都没有打电话 将近怎么办 就是在这种冷漠的环境里边 我们确实需要一部法律 或者说一个 治安管理条例的处理的方式 来规范我们 提升我们的道德 每发生一件事情 我们就要全国人 通过一个法律 那将是灾难性的 试想一下 明天我们通过一个法律 让全体人民 如果不学雷锋 就要判刑 那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来 朱律师请问 朱律师 张律师我问你 你觉得这个 十八个路人 这样的这个行为 有没有社会危害性性 他有没有社会的危害性 那要看你的定义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就是 好像衣费 也在吰 敞